i know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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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啊 我還是比較喜歡現實的世界 大家好我情質就是這一台 蘋果2月2號剛剛在美國開賣的Apple Vision Pro 今天是2月6號 它已經在我們的手上了 我剛剛已經開箱過了 我真的非常興奮 就是帶上它的體驗非常的不可思議 但是呢我還是要非常隆重的感謝我們的踏友陳先生 他真的是佛祖在世你知道嗎 他為了讓我們開到這個箱 然後他特別去機場把這台取過來 我們才能就是有這麼快的第一手開箱的資訊 我真的很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感受跟體驗 你覺得可以去街上也是有人羨慕一下嗎 還是我們去Apple Store啊 我覺得我們就去Apple Store啊 因為現在不是快要過年了嗎 我覺得這台Apple Vision Pro 也可以去見一下它的兄弟姊妹們 然後跟兄弟姊妹們拜個早年 因為超多果粉 我覺得大家一定會很期待看到Apple Vision Pro 我跟大家講喔 因為我按一下這個旋鈕之後 Apple就會跑出來嘛 可是人在行走中 你就會往前的時候 就離這些App太近 它就會自動消失 就跟看電視一樣 它不想要讓你離太近 還是要有點距離 我們現在因為在等公車 然後沒有試坐 我就直接打開我們電探上網的頻道 來看Casey的影片 坦白說我覺得這個Sony Micro OLED的畫質 其實事實上是還不錯的 爽度很高耶 而且我在幹什麼應該都沒有人知道吧 你看得到我眼睛嗎 你頂多只聽得到我喇叭的聲音 但應該看不到我在幹什麼 這防規功能很強耶 然後這就是Sony Micro OLED的魅力嗎 它的畫質是很好的 有到4K這樣的畫質 但是事實上呢 我用PASS THROUGH 就是用相機在看外部的景象的時候 其實它可能頂多就是一個720p左右 所以會有一種很奇怪的感覺 明明就是我常常會走到的街道 然後看到熟悉的人 卻有一種很復古的感覺 因為它只有720p有一種很朦朧的感覺 而且你通常在走的時候啊 說真的它就是 但是你穩定度真的要很高 不然它就是畫面會抖抖抖晃晃晃 所以我真的建議大家 是因為我們現在拿到首度開箱 我們把它拿出來在街上試試看 但是真的可能是比較適合你在家裡用 沒事走出來很怪耶 個人覺得比較困擾的是J-K 因為它本身重量就是有一定的重量 所以它裡面其實是沒有電池的 那這一顆就是外接的電池 所以你隨時隨地都要帶在身上 你看像今天還好就是衣服有口袋 可是平常衣服要是沒口袋咧 對 底下出不來耶 好現在在你臉上了 好 我們現在已經來到 到蘋果信義A13的門口了 你回家了兄弟 我覺得現在是信義去的下班時間 然後應該有很多喜歡蘋果或者是果粉 會來這邊轉一轉 然後看看手機啊幹嘛啊之類的 所以我決定就在這邊晃一晃 然後看有沒有人對這個Apple Vision Pro有感到好奇 因為畢竟這台裝置現在只有在美國上市嘛 然後2月2號剛剛上市 我們現在就已經拿到了 你說要來到台灣的時間 你也不確定是什麼時候 所以我覺得剛剛都有人在偷偷的看著我 我們就去找他們聊聊天吧 我有預算但是我沒有要買 為什麼 我10萬塊我怎麼不買蘋果股票 所以你在等它降價 它第一批是商業版 所以是商業人士嘛 我還沒進擊到商業人士啊 那什麼時候你會打算真的要買它 大概兩年之後就可以買 所以它一年如果出一代 然後再過兩年就是第三代的時候 你就會考慮買 欸差不多 如果我這個可以拿下來讓你體驗的話 然後多少錢你會願意體驗5分鐘 5分鐘500 1分鐘100啊 你想看我眼睛 我眼睛好漂亮喔 欸那我最後問你一題 你會想要買的原因主要是什麼 因為我是加密貨幣交易者 所以我有從事一些NFT 欸對 所以像是這種未來科技的東西 在好萊塢早就已經在一級玩家 先把這個觀念 只在我們這些消費者腦袋 你知道我現在戴的是 是Vision Pro 我兩週前來的台北 我這是在台北第一次見到 有人戴這個東西 你現在看得到我眼睛嗎 我能看到你眼睛 但是不是像廣告裡面的那麼明顯 因為廣告裡面很明顯的 兩個眼睛嘛 你這個能看到 但是不是那麼明顯 你自己有想要買Apple明顯嗎 有啊 因為我覺得這個很酷 而且美國裡面有很多人 在街上戴這個東西嘛 而且感覺好像 他這個在街上戴起來也完全沒有關係 你最期待他的什麼功能 你在路上 比如說你辦公的時候 你可以同時打開很多窗口嘛 他可以給你指路什麼都關鍵 也很酷 我現在終於抓到一位女生了 當時看到他發表的時候 你有對這個裝置感興趣嗎 其實一開始沒有耶 因為我先生就是蘋果名 他有想要買這個拿來幹嘛嗎 他覺得這個畫質真的很厲害 就是怎麼會是這種 他算AR嗎 就是畫質可以做到 他其實沒有定義 他到底是AR還是VR 他就說 他自己有一個全新的定義 全新的運算裝置 對 他就覺得這個畫質怎麼可以做到這麼這麼的 就是 厲害 對 覺得這個就是一個 算是很新世代的3C產品 你後來有提起對Apple Vision Pro的興趣嗎 因為我本來就是一個對於就任何立體 像這種比如說3D啊什麼的 我很容易投入 所以是因為這樣子我對他的接受度 就是都會比別人後面 因為我 你說真的沒有 真的嗎 我聽這件事情真的沒有 喔好 就是他有點顛覆以前的VR眼鏡 我覺得戴起來的感覺 好 如果是這樣的話我覺得願意嘗試 因為我真的太怕他頭暈了 如果有一天你老公真的把他買回家了之後 最想要拿他做什麼事情 打電筒 你好 我剛剛有一個新的發現 就是我想要解鎖我的iPhone的時候啊 我戴上這個巨大的眼鏡 是沒有辦法Face ID解鎖的 所以我還是只能利用密碼解鎖 只是應該不會有人就是不喜歡射密碼鎖 就只能Face ID解鎖 這樣的話他永遠就是要把眼鏡拿下來然後 再解鎖完再帶回去 我只是覺得如果既然蘋果的生態是要跟這整件事情連動 是不是以後我們的Face ID會新增一個面容 是帶著Apple Vision Pro的面容呢 不知道 拭目以待囉 但是有人在猜測說 因為Apple Vision Pro它是用紅膜辨識 紅膜解鎖的嘛 那會不會未來就是 欸我戴上Apple Vision Pro它已經紅膜辨識之後 跟手機就能自動連動 看一下手機也自然會解鎖 我覺得這個不是沒有可能啦 只是未來我覺得需求越來越大的話 蘋果說不定就會做這樣子的事情 我覺得我戴的時間已經夠 喔 我的世界上已經一片黑暗 我把外接電池拔掉之後 拿下來囉 超狼狽 欸 我覺得啊 我還是比較喜歡現實的世界 雖然就是我覺得戴上它的感覺 真的就是已經是有史以來最好的 VR眼鏡的體驗了 但是現實的世界還是舒服很多 好了 我們現在已經回來了 坦白跟大家講 我剛剛戴了它出去逛一圈之後 我非常的疲憊 我要是沒有補妝的話 我現在應該是沒有辦法繼續拍片了 剛剛這邊已經被壓了一整圈 大概過了半個小時之後才平復回來 那剛剛體驗其實是還滿不錯的 只是呢 它這個單編織的頭戴 跟很多國外youtuber說的一樣 可能它沒有辦法很長很長時間的佩戴 因為我剛剛的體驗也是這樣 就是因為如果不把它調緊一點的話 它是一個很貴重的東西我會怕它掉 所以呢 我就利用這個旋鈕 就是不小心會把它弄得太緊 但是這個旋鈕其實很方便喔 就是你的調節的靈敏程度是非常的高的 所以我剛剛就是把它卡得非常緊 它是讓我覺得很有安全感的一個景度 只是會讓我眼壓有點過身 但是呢 我們帶出去真的只是純屬好玩 蘋果官方也是不建議你把它一直帶出去 其實在室內可能還是最適合它的使用的場域 只是呢 我們剛剛帶出去就是想要體驗一下 虛擬跟現實結合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感覺 嗯 這段時間體驗下來呢 我會覺得它對我來說還是一個VR裝置 如果有一天呢 它真的能跟揚州META的RAID BAND的AR眼鏡 或者是一般眼鏡的大小跟輕重差不多的話 真的才會比較適合外出長時間佩戴 首先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設定 一開始初始設定的部分 這真的是一個很驚豔的體驗 因為呢 其實我戴上Apple Vision Pro的時候 它就會叫我拿起我的iPhone 然後看我的iPhone嘛 我真的拿起 幾乎是拿起的那一秒 或者是兩秒間的時候 我的手機就出現了它跟Apple Vision Pro連結的畫面 我覺得速度超級快的 大概跟當初iPhone要連Apple Watch比起來 比那個速度還要快 OK 就是我們這樣這兩個裝置 非常輕易的就可以連結了嘛 可是呢 接下來進到下一個步驟的時候呢 它又要我輸一次我的Apple ID 可是這個時候Apple ID我就必須得用打字的囉 可是大家要知道我才剛剛戴上Apple Vision Pro不到五分鐘 我還不熟悉怎麼打字 所以剛剛這個打字的過程呢 我大概就有搞了七八分鐘嘛 只是打了一串我的Apple ID跟密碼 所以這次前面就是我們要把裝置跟裝置連結 還有輸Apple ID的這個過程 再來呢它就是會教我們說 你要去就是辨識你的眼球 眼球追蹤 你大概要去做一些設定 還有你的手勢也要做一些設定 那這個過程中其實我覺得它教學非常非常的清楚 現在就是叫你捏幾個點 讓你熟悉說 其實Apple Vision Pro它控制的方式是 眼球你盯著它看其實有點像滑鼠 你已經移到那個地方 然後你捏一下其實就是按一個Enter鍵 就是選取這個動作其實我覺得很直覺 因為我是一個很討厭學習新東西 新方法的人 可是我覺得這個Apple Vision Pro它的操作方式 比我想像中的簡單非常非常多 而且它真的是用幾次 你就可以記得起來 對於你就是如果你也是不愛學習 然後或者是你也是懶得學一套新方法的人來說 我覺得Apple Vision Pro身為一個 我們暫且不叫它VR 身為一個MR裝置來說 它的操作方式應該是史上 有史以來我覺得最簡單的 當然當你就是成功跟手機連結 然後還有跟你的Apple ID連結之後 之後的事情就會變得非常非常的容易 你在蘋果這個生態系裡面就不會有斷點 比方說我的手機已經連到公司的Wi-Fi 那我這個Apple Vision Pro我就不用再去連一次公司的Wi-Fi 再這樣 打密碼打一次它就直接就已經連結上 然後包含我相簿的東西也都在iCloud嘛 全部都看得見 還有包含我剛剛在裡面拍的照片影片呢 其實現在在我的手機上面也都看得見 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很棒的地方啦 再來啊 Apple Vision Pro讓我非常驚豔的一點是 它眼球追蹤非常非常的精準 其實我們剛剛廠外的導演他也有試戴 他有被嚇到說 欸他怎麼就是我隨便亂瞄一下就知道我看哪裡 真的是你眼睛稍微就這樣登登登 他真的就會登登登過去 而且那個登登登是順暢的 不會讓你覺得說好像有點靈敏過度 因為我記得早年很早年的VR的時候 那時候可能剛剛開始有眼球追蹤的功能 那時候都還會就是因為不夠精準 所以你在看哪裡的時候他直直的射出一條線給你 就跟你說你在看這裡 可是其他東西就是卡卡頓頓的 可是Apple Vision Pro當然 它是一台11、12萬的Apple Vision Pro 它完全就沒有這樣的問題 所以我剛剛在就是看一些選一些App啊 或者是說你要打字的時候看那些字的鍵盤的時候 他都非常準確的知道你到底在看什麼 難怪蘋果不給我們手把跟搖桿啊 因為就是不需要這個東西啊 不如現在我們就來個終極測試啊 來 隨便開個網頁 廣告上面那個小叉叉不是都很容易按錯嗎 我們現在來測試看看 接下來是打字的部分 欸等一下我要怎麼打中文啊 喔 Vision Pro現在還不能調語言欸 打字只能一指神功或者是用捏一捏的 另外我就很好奇啊 這東西跟Mac的連動到底長怎麼樣 連MacBook很簡單 準備好你的MacBook 按它上面的連接馬上就連好了 我覺得在Vision Pro裡用Mac 就像你在一個曲面的空間 拿到一個無限大的Studio Display 上下左右都可以放其他的Vision Pro視窗當輔助 拉右下的邊框就可以調整放大縮小視窗 實際用可以用超大的視窗P圖 不會因為看不清楚就想要靠近Mac螢幕 螢幕的自由度很高 可以自由拉近看細節或拉遠讓螢幕變大 P好圖再拉到Vision Pro裡面 或是在Vision Pro用鍵盤打字跟觸控盤選取 也可以從Vision Pro複製文字 再到Mac裡面貼上 缺點的話呢 是從Vision Pro回到現實之後 視窗不會彈回正常的大小變得超級大 但我覺得Mac在Vision Pro上的使用體驗很驚艷 兩到三個小時工作都不會暈欸 但要記得換雙環頭戴 長時間配戴負擔才會比較小喔 當然蘋果產品的另外一個特點 就是你買到的不只是一個產品 還買到的是完美的開箱體驗 香 一開箱呢 它從容不迫的掛在紙質的支架上 就好像每個Vision Pro拆開 都是一個小型的蘋果專賣店展示台 還有一個摸起來呢 軟軟的質感又很好的保護套 那它的本體呢 前蓋又透又亮 微微的透出下面的感測器跟鏡頭 增加了一點科技的元素 只是它的這個遮光罩 其實讓我很不習慣 因為它是磁吸的 所以呢 你當沒有注意到的時候 你以為它跟整個眼鏡是一體的 你就會在拿的時候忽略了 它是不固定的 因為磁吸就是啪啪啪好拆線嘛 我有幾次呢 差點就浮了這個遮光罩 以為我拿了整個Apple Vision Pro 雖然它的重量比起其它的VR裝置呢 還是來得更重 有650克 要知道這個650克是富含它外接的電池的重量喔 但是它鋁金屬一體式的外殼跟前面這個鏡片 怎麼說看起來就是很時尚 跟其它的塑膠外殼VR比起來 風味不一樣 我們這次年前兩天趕工還出外景 為的就是要給大家第一手在台灣的體驗分享 那今天就先開箱到這裡囉 我要來好好的體驗它了 之後還會有一集深度的評測 但首先我要讓你們看看 這是裡面的重建人臉Persona 你們覺得它像我嗎 如果你喜歡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最後我還是要非常非常感謝 為我們送來這台Vision Pro的他有陳先生 鼓掌敬禮 我是秦子 我們下次深度評測見囉 掰掰